大家好,我们接触上一节继续讲这个台湾大选的情况 尤其是蓝白俠和阿侯佩或者喉阿佩 尤其是喉阿佩已经甚嚣尘上了 我想经过这个蓝白俠的全民调,其实不是全民调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计分制 就是计分制,这个平点计分制 这个所谓的两党协商共识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两党协商共识之下呢 那所谓的民调祭典制的这种情况下呢 我上一次很详细说明这件事了 其实不是真正的全民调 那会不会导致到喉阿佩真的要落实呢 两个可能性,讲过了 喉阿文哲俯首今为副总统 就愿意当喉友宜的副首 哇,这个就好玩了 即是喉友宜组征 喉阿文哲当副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的宪政体制之下呢 副总统是没有实权的去职来的 在一个被位元首 除非你一刀统瓜,喉友宜,否则的话呢 你都做不到总统了 那接着呢,你有联合政府的问题了 那行政院哪个做呢 是不是 那接着呢,国防外交和两岸之外呢 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呢 依据这个立法院的选举直次来分配 感觉可笑 这种所谓的讲法呢 会非常混乱 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文哲的粉丝 是会预计到这一步 他不要以为 这种事是阿文哲的粉丝会支持 因为阿文哲的粉丝会想起来 喂,第一,阿文哲出卖了我们 喂,阿文哲为何要扣头答应 不是全民调的 也要搞一个平民调专家记点制的方式来做呢 这个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另外就是 这个,他会觉得 为什么要跟南营国民党一集合作政府呢 很多都是,蓝绿一样烂 换人做做看 就是蓝绿一样烂,换人做做看 才会票投民众党 支持这个阿文哲 那么为什么你今天要跟他组成联合政府呢 为什么不可以一支独秀 一定要联合呢 始终有这个问题 尤其他说的所谓的很多的阿粉 想着阿侯佩,不是侯佩佩 才想着这个东西 将国民党制服由阿文哲得出来 所以这个阿粉变狗菜,情何以堪呢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好了,然而回现在的情况 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阿文哲甘怨当府总统 那么这个就等于 这个民意后面的催生就是 蓝绊真正合了 勉强合了 合了之后会有很多爆炸 很多的磨擦在里面会产生 那么这个磨擦呢 会选兵折着很多票会流失 流失到最后一个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星期 最后两个星期呢 国台银的7个%6个%放弃,倒向他 就尾尾倒一针鸡血 希望呢,蓝白合组的能够成功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plan A的打算 plan B是什么呢 阿文哲甘怨跳出来 不信这个国台版马英九组织的这个所谓的蓝白合的局 共产党就拍桌子不满意的啦 不满意呢,他又不会杀你 他看你走到怎样 如果你最后一旦 狗合到一大群的人支持你 啊,这就不一样 圣者为王,败者为寇嘛 你今天有实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我叫板 你跟我叫板呢 我都可以勉强答应你 OK 不过以前呢 我记得在共产党的年代 毛泽东都出过这一招的 毛泽东在井江山年代 当时呢 有周恩来、李德等的人是三人团 是共产国际操控的 牌制是毛泽东的 当时呢 周恩来的策略是五毫的 五毫啊 姓五,即是企人的五毫 就是富豪的一毫 那最后呢 史塔林不喜欢 不喜欢毛泽东 但是他一直考察这个人 这个人呢 够卑鄙、够无耻 够下流、够贱格 而我仰这帮人 都是那些学术官僚、学救的多 讲实力、讲很多东西 毛泽东厉害 尤其是呢 当时呢 就是派演李朝九 搞反AB团、出色 那当然啦 这件事得罪共产党 得罪这个 苏联共产党啊 得罪这个史塔林啊 那当然不满意 有几年被投闲置散的 就是说 然后毛泽东就发动很多东西 搞事 最后呢 遵循尔会议的时候 终于呢 都会拿回来转头 历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 刚刚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毛泽东身上发生了一个例子 所以赌局呢 倒到最后没有一个人都会确定输赢的 好了 如果是这样 柯文哲就骂咯 嘿 蓝白盒 政党协商 评点就是 有问题 我不管 我们很多支持者觉得我不可以退的 我不可以受这个窝囊气 想了很久 思前上后 都是啦 蚊子、张郎、国民党 三样东西 我最讨厌的 我们就不同这盒了 我们一定要一枝独手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赢 We can win 我们可以赢这个赖清德 吸引所有年轻人 我就报过我的数目 给你听 20至29岁 37.8 是柯文哲 25.4 赖清德 22.9 是侯友宜 30至39岁 柯文哲42.2 赖清德27.1 侯友宜28.1 你要看到是有分别的 那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就算40至49岁 赖清德34.2 侯友宜28.8 我都有29.7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所以就说 他有这样的实力在 也都有这样的一种光芽 为什么要听共产党说 共产党可以操控很多东西 扔他那些图色新闻 黄色的东西出来 去威吓他 他就全部谣言 谣言止于自者 就好像 这个 我刚刚看彼豪 重看彼豪 曾光色燕 就是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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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雷探长 他就说 对记者说 中国有句古话 谣言止于自者 如果大家相信谣言的话 就不需要再在这里 我只是跟自者讲话而已 多厉害啊 所以我就说 所以去到今时今日 这个这样的情况 可能 郭文哲 你要用这样的来抹黄我 他不是觉得自己抹黄我 他说抹黄我 抹黑我 顶回头 你威胁我 更加是一个助选机器 就是他吸引到一帮 抗拒中共的人 在一个地方那里做 但是暗底里 他跟中共互通信息 就是说 你选错人 选我才对 你应该整效友谊 大批斗 就好像文革的时候 那些武斗派一样的斗法 他玩这种东西 是走港线 但是有机会赢 有机会赢呢 他赢就赢到中 不要拖拖拉拉 如果你要拖拉 好 我们就计数 今年2022 夏年2024年 你如果要预输 你做副总统也好 或者不是做总统也好 或者输也好 你要想着 2028那个国 我假设两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就是做副总统 第二种路径就是说 独立参选 不管这个什么侯 侯培 第一种路径就是说 他做副总统 比较有利于他2028 选政总统 还是说他第二种路径 我就算独立参选都算输了 会容易一些做2028的政总统呢 针有两体 我会觉得第二种情况 是比较有利于 阿文哲 去竞选2028年的政总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副总统呢 你会跟国民党 整个人一起埋单的 你推射不了的嘛 国民党之所以 可以执到政 如果赢到这个政权 执到政 因为你 阿文哲跟他合嘛 所以你跟他合 导致他所有东西 你跟他迷单 国民党所有坏事 你什么监督制衡 说这么多东西都没有用的 他不是一直说 我可以擅盡监督制衡角色 你监督什么制衡呢 你选了国民党合作的 阿文哲 所以他这件事 会全部一下 一声 插水下去 国民党做得好呢 又不关你事 因为总统的事 国民党做得坏呢 你的事 因为你是共犯 你以后怎么抬得起头 爬得以身 等第二条路 就是说他独立参选 可能输 人家说他 你自己放弃蓝白盒 你输 拖累了这个国民党书 最坏都是你 这个 中国的罪人 蓝白的共业 最坏都是阿文哲 但是 他如果得票数 是相当高 而他高过这个 最后证实高过侯友宜的话 他赢的 就是当日你强调侯阿佩是错的 阿佩佩才对 他可能要用实力 他不需要赢很多 他需要 他需要 那个席位和票数高过国民党就赢 OK 即是他在总统选举里面 如果他独立参选 他的票数高过国民党 侯友宜一票他就赢 那么他孤军 拖这一铺 只要拖到 就算他最后赖青帝当算了 他之后还有政治生命 那么我为什么要选第一条路呢 我当然选第二条路啦 好 你第二条路最麻烦的呢 要挟家人 要挟他的自由 要挟他的名誉 那么说到没 阿佩 很多网军 那些什么陈志涵那帮 一夜将你呢 全部呢 反作战啦 是不是 那么你说 这样共产党会不会最后赖青帝 有可能 喂 共产党永远都是胜者为王的 OK 谁是 赢的 永远支持胜利的一方的 所以这盘棋是没捉完的 There are so many variables 而共产党有些控制得到 有些控制不了 不过上帝 是给这个free view 给大家玩这个游戏 而所有东西都尽在他掌握里面 那去到最后最后是什么呢 就会发觉到 共产党和国民党 它很多本质呢 这么多年都不变 不变的地方呢 第一 国民党 当年1925年至27年期间 乱俄用共 是不是 孙中山 孙文 特川大炮 要接受苏联 共产国际的这个 Jexel 列宁的Jexel 要付钱 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 全部依照苏联的 共产国际训练的 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的党代表大会 他的党纲是俄文翻译成中文 然后呢 变成中国国民党的一切的党代会的设计 这个是客观事实 自己找资料去看全部的这些东西 根本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傀儡 然后他就乱俄用共 乱俄用共就是国民党就扮自己有自主性 于是乎呢 就联合俄罗斯 联合俄罗斯 去融纳共产党 当时呢 这个共产国际就是说呢 要求孙文 可以给中国共产党 以他这个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 然后就是说呢 他用这个地方蠶食瓶吞一些东西 让你进入这个地方 可以成为呢 跟你国民党原先合作的地方 国民党都有左中右 都有些极端反共的人 有些很通共的人 而在共产党方面呢 也有很多想滲透的地方 比如这个毛泽东都做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就是湖南省的中宣部长 专门做很多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 又要搞这个蜜色的斗争地主赴农的行为 这些全部我们都在历史上已经看到 国民党里面中宣的分子都不满意这帮人 而这帮人也都不满意国民党 最后呢 蔣介石就觉得 根本上呢 共产党已经蠶食瓶吞到国民党 差不多了 去到南京 北伐去南京 拿了那些加林章 那些大派 根本是苏联整个共产国际所有的 强兵器 厉害的人 厉害的军事建设 帮他一个一个打赢湖南的军阀 打到宣前方落花流水 收复南京 其实攻占南京 没有收复的 攻占南京 攻占南京之后 南京政府之后 大家知道 在上海发动这个 所谓的 清共的行为 清共的行为 最后就是杀了人 独月生帮他手 这个就是历史 大家都熟悉这段历史 国民党去到这个地方 你找捉虫入什么 入屁屁 你将这个不同的人 这个这样的狗册 捉入去自己的未来的联合政府里面 或者那个竞选委员会里面 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是共产党的人 就是蓝白合 就是我讲第一种可能性 蓝白真的合起来的话 你会使得这些人不断坐大 蠶食瓶吞 而这些人知道红色都很厉害 比如邱毅 蔡正元 个个投赛这个 阿文治一票的话 他会利用尼方 不断蠶食瓶吞 国民党有关的东西 直到量变质变 他们口号这么说 导致到这个量 不断不断上升 而这一帮白色的力量 发现最多是蕃狼 什么叫蕃狼呢 外边是绿色 咬下去是白色 咬几下之后变成红色 咬出来的红色的东西 所以这帮人变成粉红色的东西 之后慢慢占据了国民党的大多数 就是变成了和平转移国民党的主导权 去到共产党所支持的这帮白粉里面 就是那个变成白粉油 这个就是这个做法 而最后国民党守不了 去到决绝时刻 一夜剪断 不要你嘉伦将军 给我的大炮 不要你这些军事设备指导 不要你爆罗亭 驱逐你 结果汪精卫又不顺气 要继续挽住他 挽多几个月 分共 在武汉那里清除共产党 所以一告 蒋介石在南京清共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 达成到共产党变成非法组织 接着灵汉分裂之后 灵汉合流 OK 这个是当时1927年的状况 走之后怎么样呢 共产党就走下去 上去上海打游击战 所以去井江山 湖南发动很多的暴动 所以又南昌起义 其实南昌暴动 秋收起义就是秋收暴动 那这些事大家都知道 1927年8月1日建军节 OK 这个就是后话了 这个叫做联俄用功 那今时今天是什么 国民党 同样的中国国民党 不过已经落难了台湾 变了很多性质 已经借口上市的中国国民党 联共容额 今次你联的就是联中 联合中共 不是苏共 是容什么 是容纽一个苏共的旗子 中共的旗子 当年联俄 去用联俄 容许 俄国的旗子 中共介入国民党 今时你是联合中共 去让中共的旗子 安民哲 他们整班人 加入竞选委员会 和联合政府 你所犯的错 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多么白痴 所以我就说 如果有上帝的容许的话 中国国民党 27年命不该绝 已经一次 其实有很多次 你应该绝 救了你 你今时今日 去2023年 都犯同样的错 乱共容额 是多么荒谬 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是不是 我会觉得这件这样的行为 简直是 无论如何都好 是讲不通的 那你说 最后会怎样呢 共产党更加能够 占领国民党的心臟 而用这个偷心的方式 满心的方式 去将国民党完全赤发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OK 这个是对国民党的猛烈的打压 所以蓝白痴 最后对共产党有利 这个是共产党的plan A 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柯文哲最后会不会夺权呢 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共产党的势力 会不会滲入到整个基地 那你说 是国民党党中的共产党的 也不会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OK 那这个就是你看看这一点 第二个东西 共产党1945年8月开始 因为当时已经 所谓抗日成功 日本已经投降了 无条件投降了 那当时开始搞重庆回谈 大家知道当时的情况 蒋介石就是要由重庆走出来去接收东北的武器 不够毛泽东快 毛泽东小米加暴昌 由这个陕西的延安冲出来 经过山西直达东北 经过苏联的指示 接收了苏联所缴 即是收缴的很多日本的军械 以及那些重工业的地方 所以就变成了突然之间 无论军队的人数 以及装备的力量大幅提升 这个是1945年的情况 一边这样做的时候 一边就跟蒋介石讲 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就是什么呢 我们本身就不要搞那么多事 大家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就由国民党 也有共产党 还有分装 一样的分法 你过防外交两岸 但是其他的东西可以归 不要两岸的 有时候国防外交 基本上可以归归管 但是其他的东西不归我管 就是蠶食瓶吞 将这个hybrid的东西 先放在一起 Apple Pen 先放在一起 然后慢慢慢慢将它影响到 你自己本身的结构 OK 那这个重庆会谈 当时我想讲的一点 就是不知道 刚刚对我用共产 用Cololol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重庆会谈的重点是什么 毛泽都本来不想去的 毛泽都怕到震的 觉得去到重庆 我从延安那里飞去重庆 和蒋介石去做这个谈判 蒋介石买空 找个大粒杀死我 那我就挖露诊 害怕个弟弟 就是好像习近平 现在今天出访美国都害怕到震的 不知道回去的时候 哪个军头 一下子射个飞弹打爆他 害怕的 害怕的 接着呢 斯泰林就说 不用怕 去 打好招呼 总之你一定要去 那你共产党说我一定要去 那我就去咯 谈咯 谈完之后 不是有坐下 有几张照片 就大家有宴会 接着呢 旁边蒋介石和毛泽东 历史性拍了一张照片的嘛 是不是 这个很多教 我当时的中共 不是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是中共教科书 中国历史教科书 还有很多很多 你自己上网看 都看回这些照片的了 就是重庆谈判 有个Wikipedia 写得很清楚什么 那 蔣介石 没有答应到什么 依然当时 国民党占优势 没有答应到 囚组联合政府 只是说可以谈 OK 跟着呢 阿文哲呢 不是阿文哲 我经常读出来了 毛泽东呢 当时就向然 就说 我们依然保有希望的 就是呢 人人有希望 国民党没有答应任何事 那么最后就是 散当 但是呢 国民党愿意呢 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OK 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到时看为什么 做签证 而希望呢 就是follow国民党的 rules 去做事 有点像现在的情况 就是国民党今天 搞摆一个阵出来 任马英九去领军 其实 这个是 很重要的领军的东西 跟着呢 就找了 侯友仪 朱立伦 和柯文哲 过来 就说呢 做了一个 民调评点制 民调计分制 民调计分制 到最后 国民党我赢 跟着呢 共产党就说 喂 我跟你政治协商 不是这样的 你赢硬的 是啊 国民党搞的所有选举 要确保到自己赢硬 才跟你选的嘛 那么共产党就生气 他拍太太 其实假意拍 拍太太 你国民党骗我 那于是 他作战到底 为什么 他拿到军队 有实力 他需要跟你讲这么多承诺 共产党答应过 这个联合政府 但他当有实力之后 他还做任何政治协商会议 任何联合政府的倡议 都说你骗我 你骗我 原本我不是这么说的 喂 柯文哲 他以毛泽东为这个领袖 如果他有些底气 有些吉士 我们看他有没有吉士 他自己独立出来参选 还拍摄桌 有结果的时候拍摄桌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行不行 行的 那当这件事出现的时候 喂 我有大把民意在后面支持我 我怕你老鼠 于是乎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继续去针对这个国民党去开督 你说任何宪政 任何中华 你说什么宪法 政治协商会议的联合共识 他说你全部这些东西都没达成 很多东西我没有答应过的 哎 那已经搞定了 过得骨的 之后用真正的民意去压迫国民党 绝对可以 那些重庆会谈 重庆谈判 当年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被人骗过一次了 今时今日台北谈判 国民党和民众党谈判 又被人骗多一次 今次就是 斯大林 叫 柯文哲说 一定来谈 是今天国台版本是中国的人 你一定要去谈 你黑了口面 多不喜欢也好 你都要去谈 你谈完之后 假假地气就说 哎 就是 很不开心的 但是面为其难 然后过多一阵间 就跟你说 哎 很多不公平 那你所有那些 国民党的乐观情绪 慢慢慢慢就可以 消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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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原来又被人骗 所以我说 乱我用共 1925至27年 已经被人骗了一次 1945年重庆谈判 你也被人骗了一次 是吧 今时今日 你再要被人骗一次 这个就是国民党 它本质不变 就是这样 你不死都没用 死都没用 那么多党不忘 你不忘 亲地临 我就说这些政党 去到今时今日 都没读通历史 在选民眼中 包括我眼中 你整个两个政党在这里 政治分装 视人民为选举工具 权力分配 你根本上没有尊重过 每个人有独立选择 如果我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我连投他做总统机会 都没有 就被你南下合了 我争取了柯文哲 柯文哲 你就是败类 你就是含啥啥 你根本上呢 就完全背负了我的 对你的期望 绝对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说 世事呢 真是很难说 我会告诉你 就是柯文哲的这一招 这个密室谈判 搞这么多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复应于中国的安排 的plan A安排 还是因为它参透了 中国可能有另外的plan B的安排 然后它还往plan B 去试 去敲 plan B就是说南白合不了 中国依然有一套 沙盘推演下的一套 令到他们赢的方案 而可能这些招 是柯文哲去上市 如果中国没有plan B 就只有plan A 这个唯一一个计划的话 它可能最后还是逼着去 扶手金为副总统 但如果它觉得中共有plan B 就是说南白破 依然会扶植它的话 那就不同 我认为中共是有plan B的 而柯文哲 我相信他的智商也都明白这一点 只不过是说他会不会 真的想勇敢地走这一步 我想他这几天会想清楚 但时间非常有限 20号截止了 总之你最后南白合与不合呢 还没在今天 就是我不可以马后跑了 今天11月15号 还没定型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种 选举的很可怕的地方 不过这个就是 所有国家的选举制度 一定要面对的一些 这样的合纵连横 再来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下架民进党 有很多由香港来的 听着我节目的人 已经拿到身份证 或者有投票权的人 有很多人就跟我说 桑普说 我未必就是说 同意你 我可能会觉得民进党 对香港很差 对香港人很差 这一次我要投票 要投一些非绿阵营的人 非绿阵营的人 我又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国民党 但是呢 柯文治可能是一个好的地方 但我说 这一件事那你怎么样 你没得选择的 是他们自己在那里 权谋 合政治分装 合纵连横 不到你选择的 你总是投给他 我再说一句给这帮人听 就是我虽然就是说 我不是抹黑这帮人的人格 贴标签 我不会 每个人有不同的政见就可以 也都 我没必要去 批评人家太多 我只是说一件事 下架民进党 等于上架共产党 除非你今天告诉我 有一个真正捍卫台湾的本土政权 可以和民进党起制衡作用 那就不会下架民进党 等于上架民共产党 当你现在台湾的情况 只有两个人在选择 一个叫赖清德 一个叫习近平 三个人 就要加一只活棋 郭台铭 在第三位 还有侯 在第一 第二位 这样的情况下 共产党 就会 哪个赢 他都会赢 他是后面的人 三只活棋 围棋地围紧 赖清德去答 你下架民进党 就等于上架共产党 这个是真是很悲哀 现在台湾好的 譬如有基进党 可以政党票 有5% 他只要 他5%可以拿到两席 慢慢扶植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制衡力量 而我认为 更加重要好的制衡力量 是一个 右派 独派的力量 去制衡现在 左独的力量 我不是说左独是邪恶 我只是说 左派和独派 我觉得这件事 我读下 可否台湾我们认同 但是民进党的左 搞一大堆的环保的产业 就是有部分是正确 但是有很多东西 基本上有很多贪污腐败在里面 我们都会看得到 民进党有他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 这件事没有人制衡他 没有真正左右的政党的竞争的话 这个社会是不健康的 那现在就只是没有 制作亲中与亲美的竞争 卖台与护台的竞争 这个就很荒谬 而这个荒谬 只不过 更加有成差不多一半的人 竟然 心里面觉得要向着共产党那边去 这件事才更加荒谬 那台湾是不是有民意 是否这么坏呢 我们一月就是很重要的检验标准 不需要我在这儿白费神舌 我只是说 这一仗是相当关键 因为我们看到 并不是说 好像2020年 蔡英文是稳定地 优势强过韩国瑜 现在就非常变幻不定 捉不倒 然后还有一只 国台铭的护棋在后面 再丢数字出来 所以这件事 如果真是 做选战的操盘的话 真的要很小心 要这件事就是 换发民进党 在2020年时候 打选战那一堆时间里面 讲的亡国感出来 即今时今日 你下架民进党 就是上架共产党 我希望更多的台湾人 大家明白这件事 所以我下个星期 依然会继续做节目 在外面的电视台 希望大家 不要嫌弃我 即是我会继续讲 这些有关的事实 给大家听 给台湾人听 你把我的分析 好像我现在讲的分析 精簡地讲 因为我台湾的空间 不会那么多 他们的节目 整个六个人在 我每个人分到的时间 是相当少 一定短于十分钟 我讲十分钟 就压了别人的时间 所以我一定要精簡 就不像现在这样 可以畅所欲言 所以我希望能够做多些 也都是我觉得 身为一个人 即是不要说 是不是香港人的问题 身为一个人 为了反抗中国 为了抗击中共 应该要做好的一件事 OK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要做到更多 也都是为什么 你明白 就是为什么我 不会选择在加拿大 是吧 美国 或者台湾 英国 或者澳洲这些地方 在享受西方民主自由 资本主义的好生活 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这个就是我 的一个mission 而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的指引给我 很多人生的线索给我 能够多谢上帝 上帝给很多指引给我 没有外国势力 给指引给我 再说一次 没有什么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什么外国势力都没有 当然我们不会和中国决裂 更加不会有任何外国势力 也都不会有台湾 什么势力给指引给我 我纯粹基于独立 评论人的身份 去说这件事 希望我能够 克尽我自己的一个 小小给自己的一个 使命 而时刻 检讨自己 所说的一个真偽 也希望大家 多些给我善意的批评 和辩策 好了 我们下一次再去其他议题